古林投双里湖日前发现 今年第四起保育动物水榻的死亡案例 有民众前往双里湖在桥下湖边 发现有不明物体 向前一看发现为水榻 立即通报建设处并派员打捞 经送往动物保护协会 初步判断无明显外伤及骨折 已将水榻送到台湾解剖检验以厘清死因 建设处在接获通报后 立即派员将这只浸在水中的死亡水榻捞出 在确认现场环境跟资料收集后 并将水榻遗体送到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初步检验 这只水榻头尾约1.2公尺 重量8公斤 是一只雄性成年的水榻 之前的一些水榻 其实我们就会蛮担心说 露莎的话 它可能就会有发现说 它的有骨折的一个现象 可能是头骨碎裂 或是说它的四肢有断裂 四肢的骨头有断裂 那这一只的话 它其实在骨骼方面 其实看起来都算还蛮好的 没有很明显的骨折的现象 我们可以看到 它虽然是已经死亡可能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其实骨折如果说它有的话 其实X光下影像还是都可以看得到 对那它的话 其实头骨的各部分都算是很完整的 对就是没有很应该说没有那种 像是很强力的外力撞击的那个证据 被发现在双里湖那边的水池里面 那我们是下午大概三四点左右的时候 县府通报我们 就是说就是要 就是他们进行打捞之后 就是带到我们协会这边来做一些 外观上的一些减伤 那它其实发现就是说 其实它没有很明显的 比如说身体的很大量 大范围的外伤 但是它可能就在头上 头上就是有发现大概一公分左右的 就是伤口大概两小个 然后它的四肢的前肢 就是掌部的地方 也有发现一点小伤口 对但是这个其实有可能是旧伤 因为它其实这个尸体可能有一阵子了 所以有时候在一些腐烂的状况下 可能就会没有办法很精确的知道说 它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而且它死亡的时候是在水中 经受医师检视 发现水榻头部有小伤口 而且胃中还有食物残留 S光检查也没有明显致命性的粉碎性骨折 初步研判遭露杀死亡的可能性低 详细死亡原因 将等农委会进行解剖检验之后 才能够厘清 目前其实如果说要知道确切死因的话 还是需要更多的证据 那这个我们协会大概做的部分 其实就是先做基本的外部的检查 然后拍摄S光 确认是不是可能有骨折的情况 那后续的话它会送到就是家卫所 再请病理授医师做比较详细的检查跟解剖 它以我们通常我们判断它们的年龄的话 我们可能有几个方式 例如说看它的牙齿的状态 然后还有看它的骨骼 那看起来的话可能是比较接近是成年的 它是一个公榻 这是今年发现的第四起水榻死亡个体 相较往年 明显遭露杀的情形似乎有所好转 显见水榻保育的执行有所成效 也透过民众保育观念的提升 让野生动物能够安心的繁衍 并与人类和谐共处 感谢观看